大家好,欢迎来到宅起来旧台湾 宅新人后开奖教室 我是行走江湖508年 年纪一大把 猜拳猜书只好来开奖的猫蕊老师 当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看到这个画面 就代表在教育部没宣布回校上课之前 你依旧得坚守不宅不爱国的岗位 守住你的房门跟家门好好学习 别让病毒有扩散的机会 这种CP值超高的活动 同属阿宅体质的我们 一定要继续不离不弃的 不是吗 进推猫蕊老师我开讲文章之前 要先复习一下上一节学过的重点 画面上这说穿了就不值钱的江湖三点诀 就是我们之前提过 继续兼书情这种文体的三大要素 取材细节情感 还记得在取材当中 猫蕊老师我跟你说过一个小技巧 那就是作者在选用的材料当中 通常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题目里 现在我们来看本周要开讲的文章 森林最优美的一天 我们来好好审视作者在题目中给的讯息 取材跟森林相关没错 但不是森林里每样东西都写 请看一下他的时间是一天 而这一天对他来说 具备了最优美这个特质 看到最优美这三个字 你应该要觉得很开心 因为最这个字代表你是我的唯一 绝无仅有 第一名的意思啦 优美很明显的是间接抒情 用来代表开心高兴的情绪 若不是在开心快乐的情绪中 如何给这个优美的形容呢 所以文章的取材跟情感都在题目中出现了 你甚至已经可以开始写这篇文章的主旨剧了 但是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孟莲老师我说过 文章必须要有细节去铺陈 细节是证据 有证据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这个看法跟昨天影片中 朱又勋老师的说法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哦 因此我们得好好的探究一下文章的细节内容 现在请你准备好红笔跟蓝笔 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请你一边使用红笔 运用我上周在定博卖轨那一刻中教过的切句子的技巧 一边好好的阅读文章 预备备 开始 请你准备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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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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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来看看最常出现的名词是什么呢 这一段中第一句就知道是台湾低海拔的森林 后面一须出现了台湾低海拔的森林就是作者在这段写作的主题 第二段要承接第一段要承接第二段第二段第二行提到的次森林应该就是所谓的低海拔森林后面再提到他跟森林一定也是同一个对象不然前后文就串接不起来咯 再来我们 作者 至于这片山林中有什么对象呢? 至于这片山林中有何与这片山林中有何丰美之处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进入第二段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摘要是五月山花香 顾名思义山花的香味是写作的重点 也就是说我们得来看看他是怎么写香味的 但继一看香味之前我们还得弄清楚是哪些山花 所以现在请你一边仔细阅读 一边用蓝笔在每个段落上方的空白处写出这一段写作的对象是什么花 毛瑞老师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预备备开始 预备开始 单单时间到 我们来核对答案咯 根据画面所示在第二大异议段中 作者生意野花开头 再集中到他较有印象的金银花跟山黄枝 接下来再分别以金银花跟山黄枝为主力 分开的详细描写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异议段的摘要 写的是五月山花香 是以香味为描写的重点 但是这里有一小段不是写香味 你发现了吗 没错 就是最后一段 我们以描写对象处理完第二一段的架构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入细节的探究咯 现在我们回到自然段的第三段 也就是第二一段的第一部分 马尾老师我之前提过继续兼抒情三大要素 不仅可以用在整篇文章进行探究 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一个段落当中 刚刚我们已经处理完 这段的取材就是野花 现在要来看看作者是来写跟香味有关的细节 请你先将文章当中直接写到香味的句子框起来 没错 答案就是饱含着各种野花的甜美香气 我们先看饱含这两个字 可以让你知道香气的浓郁 所以我们未必要写出浓、醇、香这种字眼 用饱含这个动词就可以解决一切咯 再来我们看到句子中各种野花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你 能够在香气中分辨出不同味道 所以你也可以以此类推 当你要写进烤肉店 扑鼻而来的肉香味时 你就可以用这句带换关键字 改成饱含着各种肉类的迷人香气 这比一句好香哦 墙上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往上看 迎面扶来的微凉山风 迎面告诉你风吹的位置 请想想为何是迎面呢 没错 香味是透过鼻子闻到 而鼻子在脸上 所以迎面扶来十分合理 我们看扶这个字 很简单的一个字 却告诉你风其实不强劲 是让人感觉舒服的那一种 再搭配微凉两个字 这真是莫大的享受 更别说这风中还有各式各样野花的香气耶 再来我们看最后一句 这真是神来一笔 阳光怎么会有味道 阳光应该是眼睛看到 或者是皮肤感觉到 请你想想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你的学长姐曾说过 这是为了要搭配前面的香气 通通用嗅觉磨血 也有学长发现到 这一段的第二句是 天气忽然放晴 这不就表示已经下了很久的雨吗 长期下雨所散发出来的霉味 跟出太阳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作者之前说他会长期观察 所以他能感觉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也是很合理的 以上的说法就 莫莉老师我看来都是正确的答案 而你也可以想想 既然前面出现了饱含这个动词 你也可以想见 阳光的味道应该也是满满的 其实作者想说的是 他沐浴在阳光之下 但是这里用嗅觉来代替视觉上的魔血 也呼应了香味 真是一举两得 处理完取材跟细节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作者怎么写情感 一开始我们已经说过 从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整篇的文章 心情是愉快的 但是厉害的是 作家光是快乐就有不同的层次哦 而且他们还会使用 间接抒情的方式来呈现 现在给你十秒钟 请你再看看作者这段文句 哪里透露出快乐呢 登登时间到 正如画面所示 忽然放晴暗示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迫不及待证明了作者已经想很久 却因为下雨而停摆的沮丧 在今天都化为乌有了 福来的微凉山峰 甜美香气 阳光味道 不就是一个内心喜悦的人 所能感受到的美好吗 所以你不要再用直白的情绪 去表示心情了 学学作者的技巧 用紧色 用魔血 用动作去强化你的心情 好了 孟倫老师我在这边就用这一段做个开头 接下来的每一段 我们都会依照取材 细节 情感 这三大要素去处理文章哦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段 取材是金银花跟山黄枝 这是我们之前就处理好的 再来你还是一样 先框出直接写到花香的句子 你看看你的答案跟画面一不一样哦 前一段是用嗅觉来写香味 这一段如果再重复嗅觉 就缺乏变化了 你看看他在这段 先直接写出浓香 刚刚我们说 直接写浓好像很俗气 但是因为浓香是第一次出现 作者也在前一段证明了他是写作高手 所以这边这样写就没有关系 反复出现可就不行咯 而且农香也暗示了作者现在所在的区域 一定就在这两种花的附近 离得远 怎么会有农香 我们也可以推论花绝对不会是小小一丛而已 应该开的到处都是 才会有农香 所以就算是很简单的两个字 其实暗示了很多讯息哦 再来我们看到用力吸气吸入肺中这些动作 你可以发现嗅觉还是重点 但是作者这边是用动作呈现 前一段是透过风 自然而然的用呼吸就闻到了 这里既然强调了浓跟粘稠 把重心放在吸气的动作上就恰到好处啦 再来请你找找看这一段哪里有简洁抒情的字词 核对一下画面上的答案 作者是喜欢香气的 所以农香绝对有 野花香味也有 当然用力吸气跟吸入肺中一定是超热爱才会出现的动作吧 你不可能在厕所中表现这两个行为对吧 所以这一段的情感还是愉悦的 当然你要换成开心高兴快乐等等同一词都可以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作者是用什么方式间接抒情 以及相同的情绪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哦 再来我们看到第五段 这一段比较长 所以猫蕊老师我显示一下切句子时的分段 我们的第一步骤是什么 没错是看取材 取材是金银花 再来步骤还是一样 你先框出写香味的句子 核对一下画面的答案 练习这么多段了你应该没问题了吧 先框出重点句再透过他跟前后文的联系 推敲出文艺是蛮有效的一种方法 也比较不容易歪楼哦 之前写香味是直接搭配嗅觉的描写跟呼吸的动作 但在这一段中我们可以发现出现了事件 也就是说这是作者呈现的第三种变化 用事件来写香味 而这事件跟童年有关 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用回忆写香味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回忆 我们来看我们之前切句子时切出的第二部分 他在为开花时非常不引人注意 我也一直不曾察觉他的存在 作者在这边写出了香味的重要性 没香味就会被忽略 我们紧接着往下看 他写到香味是熟悉的 底下继续告诉你原因 原来跟童年有关 你要知道 作者在第二一段的开头 明明就写着各种野花的香气就有 为何后来只写金银花跟山黄枝 而且而不是全写呢 这一定是这两种花对作者来说 有它的特殊性 原来除了农香之外 金银花还有童年的回忆 才值得作者在一群野花当中 挑出金银花大写特写 所以我们在因为之后就可以看到 原来作者小时候跟金银花之间的联系 是这么的紧密 他必须采了金银花 才可以用少少的工资买冰棒来吃 所以金银花连结的是同工的生活 是对冰棒的向往 作者没有直接点出他家境的困窘 而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 来写出他跟金银花之间的连结 也难怪香味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了 接下来请你再找看看 跟情绪相关的字眼 这里我们要找的已经不是正面的情绪哦 正面的情绪在之前的段落已经练习过 后面的段落也有 这一段很特别 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字 你找找看哦 没错 答案就是惭愧跟苦中带干 现在猫蕊老师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请你找找作者为何要惭愧 所谓的苦跟干指的又是什么呢 预备呗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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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答案 之前猫蕊老师我让你的学长节练习的时候 苦跟干的答案找的比较顺 苦指的是打工赚钱 也就是文章中采摘卖给中药房 以换取微薄的零用钱那句话 干指的就是吃冰棒 因为最后一句讲的是对冰棒无限的瑕疵 但是在惭愧那里 最容易出现的错误答案就是直接抓上一句嗅到这熟悉的香味来回答 完全忽略作者在惭愧之后 紧接着的是告诉读者惭愧的原因 也就是金银花对他的童年的重要性 这么重要的花作者却会因为没闻到香味就忽略掉他的存在 这才是作者惭愧的地方啊 因此在这段中除了闻到花香的愉悦感之外 既惭愧又苦涩又温馨的复杂情绪才是作者要表达的情感 而在这里作者的情绪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单纯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这段视为一个小转折 若是每段都是愉悦 读者也会情绪疲乏 来个苦涩厚的回甘 让你知道歌文的不是花香 歌文的是回忆啊 我们再来看简短的第六段 第一步骤看取材 没错答案就是山黄之 再来步骤是什么呢 没错你要框出香味的句子 答案就用如同画面所示 你看看重复几段的练习你已经很熟练了不是吗 一样是写香味 这里写香味的散播 农香在这边又再度出现 可是你看下面出现了幸好两个字 幸好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上面提到的农香不是重点 重点在后面的句子 所以猫瑞老师我才说这一段的重心是在讲香味的散播 接下来还记得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找出有间接抒情或直接抒情的文字 所以令人舒服就是他直接抒情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 作者透过风吹 透过呼吸动作 透过回忆 一路来到透过香味的散播 每段都写香味 但是写法都不同 这就是你要学习的地方哦 我们用走进烤肉店为例 你可以在第一段中写你走进烤肉店中 各种肉类扑鼻而来的香气 第二段 在童中找出你最爱的一至两种口味 写它的浓香 让你用力吸气 接下来再连接到你小时候想吃 却不能尽兴吃的痛苦 让情绪的抒发多一点转折 不要都是正面 这样才能给读者记忆点 最后再写这肉香可以散播的很远 你吃完走出烤肉店之后还意犹未尽 你看看这是不是超完美呢 最后我们来处理这不是写香味的一段 取材还是山黄枝 这应该没有问题 再来你看到画面上红色的斜线了吧 这代表作者在这一小段中有两个小主题 猫威老师我再给你30秒的时间 请你想想作者在这一段中是写出山黄枝的哪些主题呢 预备备 开始 好了 我们公布答案 这两个小主题分别是颜色跟外形 还记得猫威老师我上一节提到细节的模写 曾跟你提过颜色字有多好用吧 这里作者为我们进行了完美的示范 而他在写外形的时候不仅用猩猩来呈现 从远处看的时候 花其实是小小一朵 也搭配前面的颜色 写出银跟金 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同一棵树上 开出可以看出开得快跟快要凋谢的花朵都有 而且颜色是bling bling的 金搭配橙黄 银搭配白 但是在颜色的形容上更进阶 用这种方式来强化情感上令人着迷的程度 也是值得学习的技巧哦 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在五月山花香这一个异议段当中 作者分别写了各种野花香气的甜美 金银花跟山黄枝的农香 金银花香引发的童年回忆 以及山黄枝香气的远播 还有他其他的迷人之处 请记得除了学作者在写香味时的架构 也不要忘记进去看细节 学作者写细节的技巧 转化到你的阅读理解跟作文当中 这样才是有意识的学习跟有意识的运用哦 今天的课堂就到这边结束 这里是宅起来救台湾 宅新人后开讲教室 我是猫蕊老师 咱们下次见 喵